由军事科学院、军事医学研究院、陈威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 自抵达武汉以来就集中力量展开在疫苗研制方面的应急科研公关 昨天20点18分他们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 获批启动临床试验 这里是新冠疫苗临床研究注册审评会的现场 昨天下午2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军事科学院、军事医学研究院陈威研究员 在这里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大病后 他们团队所研制的新冠疫苗顺利获批并启动进入临床试验 自1月26号抵达武汉以来 陈威院士团队联合地方优势企业 在埃博拉疫苗成功研发的经验基础上 征分夺秒开展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医学、药效学、药理、毒理等研究 快速完成了新冠疫苗设计 重组毒种构建和GMP条件下生产制备 以及第三方疫苗安全性、有效性评价和质量复合 我们按照国际的规范 按照国内的法规 已经做了它的安全、有效、质量可控 可大规模生产的前期的准备工作 我们已经做好了随时开展正式临床的所有准备 3月16号晚上 陈威院士团队研制的新冠疫苗 通过了临床研究注册审评 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我们现在处的地球村 我们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么一个时代 疫苗就是终结新冠疫情的一个最有力的科技武器 我们现在处理的科技武器